和大家分享一個treet 是關於澳戰爭的 這裡你看到一些新的進展 魯葉對軍事不太熟悉 不過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分析現在的情況 說烏克蘭有四個核電站 其中三個已經因為俄羅斯的攻擊 而無法再工作 導致80%的首都 中間有300萬人 就會沒有電、沒有水、沒有熱力 換句話說 現在烏克蘭人民有一個非常大的壓力 這裡的作者說 到目前來說 俄羅斯的直支最近 俄羅斯的特別軍事行動 都沒有像美國的軍事行動 將國家的基建全部破壞了 即是在十月以來換了一個新的將軍之後 開始對這些加強壓力 在這些打擊 對烏克蘭有非常大的破壞性 尤其是正在一年最冷的時間 針對這些很重要的基礎建設 烏克蘭的能源網絡 就受到非常大的攻擊 會怎樣呢 這裡找了一幅地圖 下面這個紅色就是 Kramia已經是俄羅斯 而在螢光幕旁邊的地區 就是那幾個已經加盟了俄羅斯的共和國 然後中間有一條河 Kiev在這條河上面 我們看到有幾個紫色的東西 這是一些發電站 而在Kramia的右上角 有六個紫色 這是烏克蘭境內最大的核電站 這個核電站現在正在工作 不過不停受到烏克蘭的軍隊襲擊 奇怪是烏克蘭的軍隊襲擊 而其他有三個沒有工作 應該是其他三堆紫色的東西 烏克蘭會不會投降呢 相信不會 而另一方面 本來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天然氣 很多管道通過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一偷鐵器的關係 相信通過烏克蘭輸送去 歐洲的天然氣將會關閉 換句話說 烏克蘭也不能偷 連天然氣都沒有了 這件事也會對歐洲那邊的國家 形成一個很大的壓力 而在美國那邊 就開始一些高級的將領都說 可能需要回歸談判卓上 希望用外交方法解決問題 但會不會呢 好了 在戰場上的現實 現在剩下給烏克蘭 尤其是司機 應該只有一個選項 就是坐下和俄羅斯斟斷他 但會不會呢 這樣 現在來說 在美國那邊 仍然是一班號戰派 影響著拜登的政權 因此 美國那邊 雖然軍方鬆口 說應該去談判 但相信 拜登會仍然繼續去遞刀仔 現在他已經說了 有多少十萬億 準備作為武器 供應給烏克蘭 而在烏克蘭那邊 整個政府應該說 被納稅已經完全滲透了 如果採取任何的談判行動 司機很可能會被趕下台 所以他也不是一個願意參加談判的對象 而我們看到他也是一個非常好戰的 死的人是烏克蘭人 他自己是猶太籍 所以對他來說 戰到最後一個烏克蘭人是沒有關係的 而他現在正在是豬龍入水 納稅那邊的目標很明顯 就要繼續拖垮俄羅斯 而美國便願望盡量拖垮俄羅斯 但結果不是 而斬斷俄羅斯和歐洲之間的能源供應 對美國來說一樣是好事 因此現在我們看不到 美國為何願意被歐洲和俄羅斯談判 而烏克蘭戰場也正好給軍公企業 作為實驗室看武器可以怎樣使用 我們已經看到一些新的用武器方法 譬如用一些廉價的無銀機 這個和美國對敘利亞相似 最理解現在大約是三分之一 這是三分之二的土地被美軍佔據 所以美軍是大量偷敘俄羅斯的石油 我們看到現在沃烏戰爭作為代理戰爭的情況 我雖然不懂得軍事行動 但可以看到一件事 從經濟上來說 歐洲 剛才影片說過 歐洲那邊開始有些搖動 到底自己知道 繼續搞下去 自己經濟一定死 經濟一死 國際地位就沒有了 國際地位就沒有了 歐洲自己本身 對自己可能有些私人的利益 但整體長遠利益是沒有的 這個和歐盟主席不相同 歐盟主席雖然以前是德國的政客 但他老公已經在美國 子女也是美國 他現在純粹是美國的代理人 而不是歐洲人 所以歐盟那邊 沒所謂 繼續打 對我來說 沒有大影響 我繼續納錢就可以了 但作為德國人和法國人 他們真的要想想自己國家是怎樣 剛才跟他們說過 他們希望第一 可以解決能源問題 現在仍然意識形態 未肯和俄羅斯談判 而北溪被人炸了 只剩下一條管 仍然未肯開 一條管都可以死等 死死地頂 頂得多久呢 天晓得 現在到底今個冬天 歐洲那邊會不會好冷呢 看樣子 現在過了十月份 似乎非常和暖 會不會跟著來一個好冷呢 我們不知道 如果和暖一點 那麼容易過 如果真是好冷的話 如果有大量歐洲市民 因為航冷能源不夠 而出來抗議的話 這些國家都要重新考慮自己的立場 而一些商業機構已經很清楚了 已經明白和中國脫歐 絕對不會解決問題 加上美國自己本身 我們剛才也說過 他們的通脹消減法案 為自己 完全沒有考慮到歐洲人民 因此現在是時候 歐洲就可以為自己想想 如果他們有辦法 坐下和俄羅斯針對數 解決烏克蘭這個問題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一大好事 能否做到呢 德國總理已經去了歐洲 去了中國 現在剩下法國 法國應該會在十二月份 去中國和美國 到底這次的州傳 有沒有新突破呢 我們拭目以待 但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 你就不用想 在談判桌上可以得到的 烏克蘭已經加入了俄羅斯的共和國 就很難走出來 吞了下肚子 沒有辦法套出來 而烏克蘭本身 是不是真的要打到 剩下最後一個烏克蘭人呢 那就難說 烏克蘭裡面的民心取向如何 這是一個大問題 老實 我真的不認識烏克蘭民 到底現在的民心如何 到底司機有多大的號召力 如果是弱的話 來一個軍事政變 在有俄羅斯的輔助之下 推翻這個 跟俄羅斯談判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會什麼時候呢 我相信要冷些 現在還未夠冷 俄羅斯方面 很多人說 現在已經召集了軍隊 準備趁著 很冷 地面結回兵 就會進攻 烏克蘭 我覺得不需要這麼急 急沒用 先讓他們那邊捱一下 多捱一會兒 讓他們真的 在頂不順時再出兵 還有逼他們談判 反而是最好的結果 還未頂 這就是我的膚淺看法